中華伯爵士 那個中華伯爵士 哦!聖眼伏濕嗎? 這我就記起來了 還是有用 所以師父要來這麼開心 就是有甜甜甜甜的姻緣 就是長老有錯 我的想法是長老推薦的定沒錯 就是政治表情 那時候懂得不多 所以師父來 我就跟前跟後 我就拿出我非常靜靜的 精神 就一路跟 聽演講 在我那邊聽然後又去 那時候還有一個居室 住在那裡 我也跟著去住人家家 結果也皮靠靠了 能跟我就想辦法跟 然後吃飯一靜坐在師父對面這樣 因為我一定要讓師父認得我 你知道嗎? 不然我怎麼抱殘痴 而且我聽說那個殘疾快難得到 因為他們只有那時候 多路才只有三十幾年 人家參加過殘訓班 都抱都來不及 就由原地去 然後 那有什麼更好的一個音樂就是 我們準備 師父準備要去下一站 下一站是 Michigan 我發現師父是要搭飛機 這種中西部搭飛機很折騰人 要到Detroit轉機 然後飛來飛去 然後 我就跟師父 我看了你 很早 很早就起來 可能三四點 那是不是我們在家裡 還是沒有什麼多往事 我不知道說出家人其實還好 然後我就跟師父說 哎呀師父你這樣都太辛苦 好 這樣好 我送師父去 我開車 我開車送師父回去 他說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對我們來說是沒有水 隨便一開就好想想什麼 那我跟另外一個就是 剛剛講的就是邀請師父來的 我們進去 我們用兩位 我開車要送師父去 那我們就跟那邊聯絡 那邊一天說師父是 我們要送過去 一定會說什麼 他們要來接嗎 我就跟他們分析 沒別的本事就是回分析 我就跟他們說 你們在忙 師父要過去 你們很多事要打點 那這樣來回 花時間 那我們送過去 反正我們不急 他是家裡主婦 反正我閒閒的研究人員 那我們沒關係 我們就慢慢回來 他們聽你也有道理 讓我們兩個人送去 真的開心極樂 因為第一次見到師父 就可以跟師父在這麼小的空間 聚在一起 車子裡面就四個人 我跟一文起居室 師父跟一文翻譯 王命義菩薩 想想看 這樣的千載難逢的機會 要不要爭取 絕對要 先想想還是覺得滿開心的 因為我從來在裡面 爭過師父 雖然跟後來當秘書 有時候師父都 師父常常求我這件事 師父都說我開車開很快 然後每次 每次那個 在當秘書的時候 如果剛好碰到 試整的話 有事還是什麼 也會開車 他都會說 我方也可以開車啊 我就很想跟他說 在美國開車 跟在台北開車 是這兩回事啊 然後一路上 師父當然就休息了 我們就讓師父休息了 師父休息好 我就開始跟我 師父跟人老真的不一樣 每次跟人老 去跟人老請老說 人老都會講一句話 喔 有問題趕快問喔 我忙得很 所以意思就說 沒問題不要來這邊 沒問題就好 你就自己辦自己的事 那師父不會 師父很不一樣 師父會問我的問題 我就開始聊天 然後可能就走過那個 中西部的那個大坪 那個玉田啊 我還記得 欸奇怪 我發現我每次在中西部開車 我從來就沒有去理會那些田 師父倒是很好奇 問多問西 這樣子 我也覺得 先回想起來 覺得師父其實真的是 到哪裡喔 我想很多人經歷師父久了 就知道 師父到哪裡都做什麼事情 好 好 觀察自己 覺察 他對所有的事情 他都觀察 不像我的 是 樂不樂的 搗 egent 玉米鐵麥有什麼好看的 然後就問一下這邊整個 那邊的坡圖就是那邊農業 那些情況 然後後來就突然怎麼搞的 就想講一件事 他說要問我學什麼 就說要問我畢業嗎 就學什麼啦 就問我個人一些 我就講 然後就說 哎呀 人生雜誌在找一位主編 不知道你有沒有認識的同學 就是可以 可以槓壓回國 就是可以擔任主編 主編跟我當然有什麼關係 我說這樣子 好 試試看 師不交辦 都是很意教諷刑的 就記在腦子裡自己的事情 然後就 就是這到 伊士根 大概就 沒有留下來貼了 因為菩薩有家庭 還是要不去 如果自己一個人就好辦 感覺就讓我觀察到到結婚的不利 障礙修行的地方 好 我們就回來了 那 當然我這樣說 就是 我忘記我有沒有跟師父提 我要去打氣 可能應該是有 我想你這麼近的人 一定是會提這件事 果真 我大概至少我探聽清楚了 東風才是音樂四個七 我們是十月 師父十月二十幾號 可能十二號左右 就到了 哥哥手好 有送去的那天是十月二十五號 不要以為我記性很好 其實我是看師父的書 記得 我要去樂譜一下 那 然後 你看 知道說 Christmas 聖誕節的時候 有一個殘期 我就真的去抱 我真的錄取了 真的被錄取了 好高興 我還記得那時候 對 沒有提 沒有跟師父提說 打殘期這件事 我一直問打氣的這件事 我就說我想打殘期 沒有解釋 我就問師父說 打殘期要準備什麼 師父又說 你要看我的書啊 什麼那些 什麼 臉花微笑啊 殘的事 我就開始擔心了 因為 其實我們在中西部要 那時候要 買到師父的書 不是那麼容易 其實 並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 我也到處 找來找去 運氣真的蠻好 我就發現說 人要是有一個方向 有一個 善 尤其是這種 修行念頭 它有些音源 就會一直出現 真的 在我到打氣之前 我在那些 色友啊 青銅好友 可是我到處搜刮 努力搜索 真的搜到好幾本書 那很乖 我真的開始看了 就開始看了 還記得 應該看了 應該是 那時候看的作品 應該是年華微笑 其實 到底看得懂不懂 那時候應該是太 搞得太清楚那時候 我就去了 而且我去的時候還蠻好笑的 我一定是先去我姐姐那邊 我一定是跑去約會 趕快趕快 然後到時間到了 再到東出才死 然後 人家是幾點到 幾點開始 我就在那個之前才到 然後 我後來才發現 它因為名額有限 它有些 hope 其實有一個人 一直在那裡等 因為有一個人一直都還沒到 那所有人都到了 就是有一個人還沒到 因為在等那個人不來 然後等那個位置 可是偏偏那個人在那個準時 在那個時間前 竟然到了這樣 一到還記得 我一到就開始 一開始我就傻眼了 應該開始講規矩 我才知道是進入 我從來沒有去過東出才是 我完全不知道那個地理位置 而且是進入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我搞不清楚 我的方向表格是很好 雖然東出很大 可是我發現 那個前後洞的關係 我就慌亂了好久 還有樓上樓下 我一直搞不清楚 為什麼那個法師 到處才是 有沒有人去過解決心 他常常的 然後前面一個門 後面一個門 往地下室 我始終不懂 為什麼那些法師 從一個門鑽下去 從另一個門鑽出來 我都不敢摸 真的很慘 然後更妙的是 他們幫我安排工作 真的太排舉我了 我們是內外戶都要自己來 我是那個 幫我安排是廚房 在廚房當主廚的助手 大家都知道是比較難的工作 但是那當年的 那個第一個機的主廚 是現在的國聖法師 永遠非常的深 才能解決 他平常二的家具 只能解決 以及 對 照顧